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別號青山不默的書法老師 乃碧琪 特別欣賞象形看志 因形之意的獨特美態 兒子上半部分 其實就代表著 好像小朋友寶寶仔的頭 他下面那一撇 就是代表著他隻小手 而另外的樹彎勾 其實就代表了他的腳 我們經常叫露筍衣服 所以你見到 其實他上面會有一個開口 但是而變成簡體字之後 他就沒有了上半部分 就好像一個寶寶仔 沒有了頭 就得上手和腳 有些簡法字 中陰不中二 令人容易混淆 例如本二是衣服內層的女字 簡法之後就變成了個李字 他在普通話來說 它是同音字 那個女跟李字 我們廣東話是不同音 其實意思是大腦都青大 一直捍衛正體字 和廣東話的組織 講語學 招集人陳樂衡又提到 簡法字 老是常出現幼稚智乎 用來取代原來的部首 令字的寫法變得很難記 由三個以字組成的列字 就是例子 寬字和介意字 只差一個很少的部分 這樣你閱讀起來 你就要花點時間去辨認字 其實令我們讀書認字 是有點困難的 簡法字用起來很不方便 又失去了原來的文化陷意 永遠都不能夠取代 正體字的地位 日常生活 這麼簡單的時代 我們都有一些這麼漂亮的字體 亦都是方便我們去閱讀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應該去珍惜它 回答對 回答 Spectation 回答